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世界氣象組織在這兩天公佈了一份報告 就是2013年全世界的氣候 特徵大概是怎麼樣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 那我們分三個階段給大家做報告 第一個是低溫的部分 像這個藍色點就是低溫的部分 這是極度的這個低溫 非常的一個低溫 整個低溫的情況是在大概是在歐洲 在去年來說的話是特別明顯 這指的不是今年的冬天 這是極端異常的這個低溫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遇到明顯的一個暴風雪 或是極度的一個 寒害 冰風暴雪風暴 像這個英國在去年的冬天就整個英國變成一個白色的英國 所以在去年歐洲來說的話是特別的一個明顯 那第二個是在這個熱浪的部分 優點的部分就是出現到 明顯的這個熱浪的一個環境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很多的地方都有一個熱浪 另外一個是極度的高溫 或是乾旱發生 所以各位來看這個就是乾旱 澳洲發生乾旱 中國南方也有乾旱 甚至歐洲也有發生乾旱 所以去年歐洲一下子冷 一下子這個 熱又熱的比王雷還來得嚴重 所以是相當的一個明顯 那去年呢其實也創下了一個 這種 有史以來大概是第七名的一個紀錄 第七名高溫 不是說前幾名 但是第七名而已 可是呢 去年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 它都沒有 聲音或反聲音 或是因為火山噴發 都沒有這種所謂大自然的影響 它可以說完完全全是一個人為的影響 它竟然會這麼的高溫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真的是所謂氣候變遷 全球老化造成的變遷 真的在去年明顯的出現 那另外一個是降雨的部分 有這個點的部分呢 表示降雨比較多 比較比較多 那另外呢還有一些 明顯的一個 極端的一個 大雨的一個事件都發生 所以基本上現在已經變成全世界的一個相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亞洲 或是說歐洲都遇到一個問題 那哪裡還有發生洪水呢 這個打這個點的部分就是洪水 這個在非洲來說的話 洪水在去年是相當的嚴重 這個地方其實也沒有降下特別大的雨 這主要是跟當地的開發 人為的影響是有關 所以只要加震盪的雨 防紅色是不夠 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有這個點的地方 就是發生熱帶氣旋 像去年來說的話 菲律賓在這個 年底的時候發生這個海雁颱風 11月的時候就造成很大的一個重創 所以去年來說的話在南亞這塊區域呢 影響是相當的大 相對來說的話去年在美國呢 其實相對的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事件 不過呢美國一下子 到了去年12月到1月開始 2月開始 就變得很冷的一個紀錄 所以這個去年美國 整體也是相對的 在去年來說的話在這個 歐洲是相對的是 比較嚴重 那亞洲來說的話其實去年平均而言是比較 安全一點點 但是也還是有一些天然災害的一個事件 那回過頭來我們來看台灣的這個天氣喔 其實今天天氣 還蠻不錯的 各地中午的高溫 27 8度左右 今天是有還是吹的偏東南風 是在一個高壓外圍環流之下的 好天氣 那現在要注意兩個 一個是南邊的 這個原來是一個熱愛性低氣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它已經散掉了變一坨雲氣 它預計呢它未來這兩天會慢慢的一個北上喔 周三周四有機會雲量會增多 多雲喔 可以看到到陽光 山區偶有一些短暗性陣雨 那另外呢 要我們要注意北邊的 這邊是一個封面 預計呢 新的一波封面 可能還在醞釀當中 預計在禮拜天的晚 禮拜六的晚上 禮拜六的晚上會接近到台灣 所以可能又有一點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環流的一個動態 這邊的雲氣呢 就會慢慢的開始北上 北上那所以未來這兩天 其實南部的雲氣呢 可能會稍微增多一點 山區可能會有偶雨 那未來呢就要看說這個 周末的天氣 周末呢 預估 北邊又有冷空氣會稍微南下 那有一道封面呢 可能會稍微少過台灣 不過呢 春天的天氣變化很大 目前來看的話應該是稍微溫度稍微下降一點點 這個水氣呢 並沒有很多很明顯而已 所以各位來看到31號31號可能北部 多雲偶雨 這樣少過去的天氣 但是這種春天很難說 以前有過這樣的話 突然在6小時就突然發展起來 所以提醒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 到了禮拜四禮拜五留意一下 這個禮拜六晚上到禮拜天會不會有一些改變的一個天氣會 我們未來幾天會下雨的部分其實明天 雲量明顯增多還是吹了東風 所以東半部偶有一些地形雨 這個偶有 這種局部的雨很難說會下什麼地方 但是山區比較有機會 禮拜四禮拜五都很像 那禮拜六的話就要注意 晚上的時候那一波封面 它怎麼變動 預估它的這個雲量可能會稍微增多一點點 風的部分最近的風實在很不錯很好 不過很麻煩是沒有風 就沒有辦法把污染物吹走 所以我們西半部台灣本地的污染 在高屏地區這個有時候就還蠻嚴重的 挺這個呼吸器官比較敏感的患者 盡量如果空氣品質比較差 特別是在中午的時候比較差要稍微留意一下 盡量減少在戶外活動 那什麼時候改變呢 各位來看這個新的一波 不過這個這波看起來不會很強 也是有點東北風的態勢 預計在這個周末的時候 接近禮拜六禮拜天 但是很快就會過去 應該影響不是很大 所以整體而言呢 我們的天氣應該是 週末的時候有個轉折 但是轉折的變化到底多大 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不會很明顯 所以我們來看溫度的部分 未來這幾天呢 都27 甚至禮拜五 有機會還蠻接近到30度 清晨的低溫 18 29度 很舒服的溫度啦 甚至白天有一點熱 不過呢早晚來說的話 溫差是有點大 服裝穿著上要留意一下 那週六週日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到週日的時候 可能有點短暖性的震雨 這是北部整體的變化大致上呢 請大家好好把握 用很難得的 舒適度很高的好天氣 南部呢就一路 不過預估呢 南部的雲量會稍微增多一點點 溫度呢未來這幾天都有機會上看到30度的溫度 我們給大家建議喔 週三週四 南方雲氣稍微北移 雲量增多 山區局部呢是偶雨 大多數地方是不大會下雨的 那週六晚上呢 預估有一波封面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這個的變數很高很大 就是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請大家前兩三天稍微留意一下 那週日呢到下週一可能會有轉 因為這個封面關係可能會有雨 不過呢還要我們後續的一個觀察 可能前一兩天 大家再來確定關心這個事情 好我們來看詳細的定義數據